国际焦点中韩外交部长在昨天是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那么中国外长王毅特别要求南韩必须要遵守中国这个一中的原则 并且妥善慎重的来处理涉台的问题 而路透社也报道了说南韩外交部在有关的会谈声明当中 不见台海相关的议题 更形容两人的会面在近年中韩关系紧张之际呢 真的是相当罕见 而路透社也报道说 这是南韩外长时隔了六年半在访北京 双方是会谈了四小时 王毅希望南韩可以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因为南韩总统尹席月在去年的时候表示 台海紧张情势是因为有一方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况 南韩坚决反对引发了中国的抗议 而南韩外交声明只见外长向王毅表示说 两国应该是要来提升合作的动能 并且妥善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那么另外韩国时报也分析说 南韩外长赵月亮表示的表态的意思 是首尔寻求与华盛顿战略联盟的立场不变 但是同时也会在潜在的合作领域 来维持与北京之间的伙伴关系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